大家好,我是彭少 所有的Mac用户都会知道 在使用触控板浏览文件的时候 那种自由奔放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 尤其我们打开一个长网页 想要快速略过中间的部分 平时可能只有一下一下去拨动鼠标滚轮才能完成 长时间下来费时费力 如果想要体验触控板那种丝丝顺滑的感觉 除了用一个特有功能的鼠标以外 其实还可以通过第三方软件来实现 这款软件的名字叫MOS 大家可以根据视频简介中的链接 进入官网进行免费下载 安装完成,打开系统偏好设置 在安全与隐私这里添加MOS的应用程序 允许它控制你的电脑就可正常使用了 接下来演示一下它的操作方法 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找到任务栏中的鼠标形状的图标 打开之后你可以尝试滚动鼠标滚轮 并在滚动监控这里查看此时的灵敏度 打开偏好设置进行详细调节 开机启动我觉得是有必要勾选的 翻转方向就看个人习惯了 这个决定着我们在向某一方向拨动鼠标滚轮的时候 网页是向上翻还是向下翻 打开高级选项 设置具体参数 每项参数下面都有相关的标识 所以我们很容易明白每一项参数具体的作用 在设置过程中要不断的去体验 直到觉得合适为止 不至于滚动一下 网页就杀不住车 当然在滚动的过程中 如果想要立刻停止 只需要将鼠标指针移开即可 再次回到原来的区域 网页自动继续翻阅 除了上下垂直滚动 它还可以实现左右横向滚动 只需要在转换键这里设置好快捷键 然后在使用过程中按住快捷键 就可以进行切换了 我们除了在浏览网页的时候 必须要用到鼠标滚轮以外 在其他一些应用程序中的作用 也是非常便捷的 比如音量调节 但如果设置的过于平滑快速 可能会导致稍微移动 音量瞬间就会调到最大或者最小 整个过程完全不可控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设置禁用快捷键 这样当我们按住快捷键 同时拨动滚轮的时候 就可以正常调节音量 或者进行其他的操作了 除了使用快捷键切换滚轮模式以外 还可以直接为某个程序添加白名单 这样只会在运行该程序的时候 才会起到作用 其他时间不受影响 我觉得这几点功能都非常的人性化 而且这么优秀的一款软件 还能做到完全免费 很不容易 所以喜欢的小伙伴 可以在关于这里对作者自行打赏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告一段落 如果喜欢我的暴力分享 就请点个关注 我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时刻相伴 你们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也可以加微信或者QQ私聊我 如果有好用或者好玩的软件 也可以来我们QQ群 或者公众号论坛与大家交流互动 来日方长惊喜不断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